看到我的狀況你就會知道相當資深 七十歲 男生怕疫苗 四十五戶 重點不是在這個多資深 雙溪是一個 昨天我去看了戶口上的人數 是九千一百二十六人 那真正的住到這裡的不到一半 像我這個六十五歲以上的 又占了一半以上 所以你會看到都是相當資深 而且都很健康 為什麼 這個是我常常講的 這是雙溪的一個文化 因為雙溪的教育成功 我說的教育不只是學校教育 像我當時才只有初衷而已 我說的是家庭教育 社會教育 你的小孩如果沒怪我幫你教你 你還會幫我教育 在整個這個氛圍下 而且父母都很勤勞 小孩子看在眼裡都會很勤奮 所以小朋友到外面去做事 都會受到相當的肯定 一個輕輕又會做事 賣錢又 我們現在說是做奶超 這麼好的一個員工 老闆都在店裡很跳躍 甚至於把女兒都嫁給他 所以傷心 來 看一下 看起來都是很苦老 都六十年 七十年 從這間館 flipped 家裡一台雁錢不要太奇怪 我家就是 我弟弟很天下 他也只有高中比例而已 但是因為很勤勞 所以都相當成功 那最成功的是孝順 所以今天因為星期五還不到真正的房金時段 明天星期六星期日 這個時候 集滿的人 老婆都要回來休息 都要出來休息 年輕人都會出來買菜 年輕人都會出來 帶爸爸媽媽出來買菜 要休息老婆 所以整個世界非常的壯觀 包括我們NIT的麥島 你看不到50公尺 它可以走兩個小時 所以這檔子那檔子都很親切 所以就買得很愉快 明天你們如果有機會 可以來看看 那來 這個叫做香甜小吃 先吃飯